好 旁邊這裡 你是不是很禁性的人來的 呃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我藏在裡面幾十年都不知道 就是看電影都容易哭一些 會觸動到你 其實過去五六年我是很少很少哭的 所以我要拍這個流淚的鏡頭 其實都覺得一開始以為自己不行 分手那些事情都會令你哭嗎 小時候拍拖分手就開始很傷心 還有阿法拉那段感情 相不相嗎 當然是會很有影響 但是沒有哭 你信不信呢 你說這麼容易 就是有啦 這是一個人的人生的經歷 都不是說開心和傷心的問題 不是 但是分手之後大家都變成好朋友 是好朋友來的 就是結婚你也知道嗎 我聽她說過她的一個計劃 那個計劃是甚麼事 其實她沒有說得很清楚給我聽 我也沒有問得很清楚 嗯 但是你也支持她的 當然啦 我是很期望她會找到這個幸福 有沒有見過她的臉嗎 我上次見她的時候也有幾年前 她是故意打電話給你 是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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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時都有聯絡開的 那次不特意 那次她特意跟我說 她希望她會跟我說不需要我去看報道才知道 嗯 那你聽到第一個感覺是怎樣的 我替她開心的 嗯 是的 我希望她 我希望衷心地祝福她 嗯 會不會有點酸啊 會啦 過了一段時間 不是說我酸不酸 而是她的幸福 這個 我自己有自己的 自己要走的路 嗯 你早前被人拍到 和王八明的大女兒 是拍拖啊 還是 哦 其實都一段時間了 那個照片 那不是拍拖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些合作 在電影上有些合作 所以就認識了 現在又拍拖的嘛 啊 sorry 什麼 現在又拍拖的嘛 這些就不說了 是嗎 你急不急啊 你前陣子都結婚了 我急不急啊 我爸媽急一點 他真的急啊 但是我未有一個很急 很衝動一定要的那種意欲 嗯